因为久久无法达成共识 而一直难产的希望联盟领导层名单 昨天深夜在万众瞩目下终于顺产 西蒙斯党的老大和其他领袖 昨晚八点半 在公正党总部召开最高理事会会议 针对这份名单拍板定案 会议进行将近四个小时后 前首相兼土团党总裁敦马哈迪 在记者会上主持大局 宣布新鲜出炉的领导层名单 西蒙斯党也从四党中 委任三名熟理主席和四名副主席 至于总秘书和财政方面 则由拿督塞夫丁和古拉担任 当记者询问安华是否是首相人选时 敦马回应 一旦西蒙成功执政 他们会先寻求援手赦免安华 而整个法律过程需要时间 安华无法直接担任首相 宣布新鲜出炉的预定案 那么在安华被释放之前 谁将会是西蒙的过度首相人选呢 敦马这么回应 与此同时西蒙也正式宣布他们的徽章 并列出了六项政纲 包括限制首相任期为最多两年 释放所有政治犯和撤销所有政治提控 以及恢复联邦宪法的主权 NTV7红美玲采访报道